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全程都是吃自助餐 包括中午一个火锅自助餐 而晚餐就是一个烧烤和火锅自助餐 这条片主要是看团的饮食和住宿的环境 说回这次行程 我们出发的日子就是内地五一长假期的第一天 所以沿途都相当塞车 我们8点9就在罗湖开车大约11点去到东莞长安 去到这个长安公园走了半个小时 接着就坐车去吃中午自助火锅的餐厅 到达餐厅大约12点左右 吃完中午之后 我们继续行程坐车去下一个点 下一个点就是佛山 这个就是我们今晚住酒店的房间 房间的面积就不算太大 还有装修是比较简约的 你看走廊或者房间里面都是铺一些胶地板 面积也不算太大 装修就叫做简单企理 这间酒店就不同市区的升级酒店 属于比较偏批在郊区的一个度假村的形式 里面也没有豪华的装修 外面的通道来说都是一些水泥路 比较简约的 我们今晚住的是酒店的一号楼 据导游所说的一号楼 就是全酒店里面最新的一座 我们晚上吃完自作烧烤火锅餐之后 回到酒店已经很晚了 我们到达酒店已经是晚上十年多 所以整体环境都看得不清楚 第二天早上我们要去吃早餐 所以就要走去餐厅那里 从我们一号楼走去餐厅 其实都要走六七分钟左右 幸好那天没有下雨 如果下雨 其实来到餐厅已经淋湿了 这间酒店位于比较偏僻的地区 整体来说装修也比较简约 看到池塘后面的就是吃早餐的餐厅 但是餐厅的装修也比较简单 整体的感觉 就类似香港的 张牧头度假中心 那类的原色 这个食中午自作火鍋的餐厅 位于东本的长安镇一个商场里面 整体装修也比较有日常的感觉 简简单单 不是太豪华 而食材方面呢 其实都有很多的选择 但是那些食材呢 也都不是一些贵价的食材来的 普普通通吃火鍋的材料 有些蛋糕仔 有些甜品 甜品呢 就是一个软雪糕基 自己可以去装的 也都有一些冷盘的沙律 热盘的熟食 加上一些火鍋材料 那自己喜欢吃些什么呢 就自己拿 而那些火鍋材料呢 就做好了一碟碟的了 那不需要拿盘出去拿的 那你喜欢吃什么 就拿一碟或者两碟 那就可以了 至于饮品方面呢 有啤酒汽水呀 紫包饮品呀 一般的饮品都有的 任喝任拿的 那你喜欢这样就自己拿啦 吃完火鍋之后呢 我们就继续行程啦 那大约两点钟开车啦 那我们呢 下一站呢 就去佛山的 那去到佛山呢 因为沿途都挺新车的 那走了三个多钟头啦 差不多六点钟呢 才到佛山 那导游呢 安排我们去这个 这个岭南新天地的 商店街那里呢 走一阵 那然后再去下一程呢 吃晚餐的餐厅那里呢 天下 好 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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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為這個除了火鍋之外還有燒烤 所以多了一些凍肉的選擇 整體環境裝修其實都是一樣人寒的感覺 除了肉類的選擇之外還有少量海鮮 好像扇貝、蜆、蟹、蟹 甜品方面就是一些桶裝的雪糕 都是自己吃的 另外有些包裝的小食都可以給大家選擇 基本上大致和中午那一餐差不多 只不過是多了些烤肉可以給你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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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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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